老妹 谈了三年恋爱了 对 应该就是同学吧 她是我学妹 我们是在一次同学聚会上认识的 然后聊得很开心 就互相留了联系方式 后来我们一起吃饭逛街 就这样正式交往了 也就三年下来了是吧 对 是 怎么了 今天过来我就想讨一个说法 因为我们毕竟就是在一起三年的时间 我觉得我为她牺牲很多 为她放弃了好多 就是好的工作 最后还为她留在北京 然后谈到这个结婚的事情 我没想到突然就要跟我分手 感觉被人耍了一样 咱慢慢说说好不好 就是这样我们俩一起去面试空城 她留在了北京 然后我面试到了云南的工作 然后她就说就是 可不可以就是为我留在北京 然后我不想异地吗 最后就是为她留在北京 那你留在北京 你可以接着再考啊 然后就后来也是面试过很多公司 就是也是因为异地 也是考虑她 就后来都拒绝了 就去做别的工作 为了她就是不做这一行业了 转了个什么行啊 转行之后就是我做了模特嘛 然后后来她就一直就嫌弃我这个工作 接触的人比较杂呀 然后说我就是社交比较乱呀 然后后来就是也是为她这个就不做了 有好几次我去接她回家的时候 我都看到她跟一个男人在一块 然后两个人还走得很近很亲密 然后男人还帮她提包什么的 我看到这一幕之后 我心里面特别生气 她一直就是说 然后人家对我突磨不轨的那种感觉 但是我们相当于是合作伙伴嘛 就经常一起跑活动什么的 她一直就觉得我跟她就关系暧昧啊 不清楚啊什么的 你这个工作现在还在做吗 其实没有 没有了就是为了她然后吵了一架嘛 就为她不做了 对 后来又做什么呢 后来我跟她说了 我说你可以不做这个工作 然后你自己也做了有半年多的时间了 这个李模特 你自己也掌握了很多这种资源啊人脉 我说你不要跟这个男人再有合作的关系了 你自己可以单干 他也不愿意 那你觉得这样做合适吗 人脉也是通过人家认识的 我可以就是抢人脉自己做嘛 行吧咱们不讨论这个 那后来干了什么呢 后来是我给她介绍了一份工作 在酒店前台做接待 结果她做了也就是一个多星期吧 这个工作主要就是我不喜欢 然后 没有兴趣是吧 对 然后去了之后 每天就是站十几个小时 穿着高跟鞋 那你总该找一个工作去做一下 总不能一直在家待着 那我后来也有找工作呀 不是得有一个过渡期吗 她不工作大概有多久了 有半年多的时间了 半年多的时间了 而且这半年多的时间 我们两个人 所有的经济开销以及生活 都是我一个人来承担的 她还会买衣服啊 化妆品啊 包包什么的 其实我也不是不给她买 只是说她最了解我们两个人 现在的生活状态 就是说这半年多 我什么钱都没有攒下 然后这一方面 家里人对我也很不满意 我自己对自己也很不满意 那你怎么不说说之前 为什么发生什么事才这样呢 发生什么事 之前就是因为没有工作 她不让我见她父母 还把我就是扫地出门 什么叫不让你见父母 还扫地出门 什么意思 因为我俩 我俩就是认识三年的时间 我觉得也完全可以到一个 谈婚论嫁的一个年纪吧 她父母去北京看她 然后就提前那三天的时间 她把我所有的东西 行李啊 然后生活用品 都给我收拾出来 然后给我订了酒店 就当天就通知你把东西拉走 当时特别委屈 我就觉得 我除了是你生活中的一个助手 情感上的一个陪伴 我还是什么 我是你女朋友吗 不想让她见我的父母亲 是因为这样 首先我那个房子 只够我们两个人住 父母亲来了 肯定是住不下的 然后我就先让她 搬到酒店里面去住 为什么我不想让她 见我的父母 首先她没有一个稳定的工作 在这样的状态下 那我没有稳定工作 不都是因为你吗 那我也给你找了工作 是你自己不喜欢做呀 那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啊 就是问过我喜不喜欢 然后愿不愿意 而且爸妈的这个思想 他们都比较保守 这样的状态下 我把她介绍给我父母亲 我父母肯定是不会同意的 这个我可以理解 但是你提前得告诉我一声吧 而且她父母 根本就不知道 有我这个女朋友存在 三年的时间 你不觉得很夸张吗 我一直在想 等我给她介绍 一个稳定的工作 她做一段时间之后 我可以正儿八经 把她介绍给我家里人 然后在后面 又可以谈婚论嫁 我是抱着结婚的 这样一个心态去想的 行 女生是什么时候觉得 你们该结婚了 我就觉得就是时间挺长的 三年时间 毕竟一个女生时间比较宝贵 而且我们两个感情 刚开始是挺好的 只不过就是 一直以来我付出比较多 就比较照顾她 然后生活上也比较打理的 井井有条的 男生现在是要分手是吧 对 主要是因为半年前 我没有让她见我的父母这件事 她跟我提出过分手 但是当时我觉得 我们是有感情基础的 我自己心里面 也特别舍不得她 然后我就劝了她好久 哄了她好久 最后我们两个人又和好了 接下来相处的这一段时间 就她的变化特别大 她现在在家里 就是什么也不做 你说你不上班 生活上也不打理 在家里面 衣服成堆也不洗 我每天飞航班 累一天回来 然后自己也从来不做饭 如果自己饿了 就会自己订外卖吃这样 要么就等我回家 我给她做饭 或者我自己来订外卖这样 你给我做饭做过几次 咱俩在一起三年的时间 那两年度我是怎么做的 不愁吃不愁喝的 当然言之说 在你们闹过分手 又复合之后的这半年 女生基本采用了一个 我要你看看我消极的 这么一个样子 也不是消极 她就觉得我是在报复她 你觉得你消极吗 没有 因为她说的根本就比较夸张 之前我跟她在一起 就是所有的 只要她衣服脏了 我就给她洗 然后她上班的话 想吃什么东西 我在家里坐了 然后等她下班 就大冬天站在外边 然后就等着她下班 给她送吃的 就一直这样 保持了很长时间 我从小就是 也是被人疼的那种 我跟她在一起 然后感情上 我就特别照顾她 我问个问题 你下一步打算怎么着 我现在就想听她心里面 怎么想着 你不是 我问你下一步打算怎么样 还是要看我们两个感情 未来为什么要看 你们俩的感情 如果觉得走不下去的话 可能我就要回老家 因为一直为她留在北京 就是飘忽不定 就不稳定 实际上女生 在三年的恋爱过程当中 把自己已经丢了 我就一点没有自我特别卑微 你是丢了对吧 所以现在当女生觉得说 我要抓住一点 什么东西的时候 女生选择的是婚姻 男生的回答是 我现在给不了 所以大家就将在这儿了 主任你不知道 就是她有稳定的工作 有稳定的收入 但是我没有 就是我天天就是 早起晚归 做那些活动 一天跑多少个场 就是一天才挣几百块钱 甚至我觉得 我的生活就是 就是 就是自己喜欢的衣服都 自己喜欢的衣服要计划着买 是吧 就是 对 因为就感觉生活上 就是买了这件衣服 可能就是我生活 维持不下去的那个状态 我俩在一起 就模式就是AA制 然后我从来没有物质上 从来没有要求过她什么 我自己想要什么 我自己丢 是AA制吗 之前在学校的时间 因为她比我晚一年毕业 她到了北京之后 还是AA制吗 她到北京之后 你用良心说话是不是 也只有这半年时间 是 而且这半年时间 我不是说家务不做 然后衣服不洗 只是做的没有以前多 我觉得在这段感情里面 我丢了自我 就是特别卑微 分手啊 但是我觉得 我付出了这么多 她突然要跟我分手 得要有个说法 是这意思吧 对 来吧 老师们 你们看看你应该怎么办吧 一起进入秋比特奔卷 姑娘你觉得自己可怜吗 挺可怜的 有时候想想是吧 你现在擦干眼泪 听我说接下来的话 一开始你说 你为她放弃了去云南航空公司工作 选择了爱情 当我们面临这样的选择的时候 就要想到后果 你既然选择了爱情 就不要抱怨说 我为了你 我放弃了什么什么 你自己的选择呀 爱情和面包不能兼得的时候 你选择了爱情 那当然就没有面包了 然后这个时候 你翻回头来 一直把我为了你 放弃了什么什么 挂在嘴边 让别人去赶你的恩 念你的好 一时可以 可是让他念你一辈子的好 念你一辈子的恩 不可能的 没有 老师 因为我们俩在一起 我从来不会抱怨什么东西 但是你的言语之间 一直表达出来的就是 我为了你付出了这么多 我为了你放弃了我的梦想 选择了什么 就承担什么样的后果 第二点 既然你当时决定来北京 你就要规划好自己的未来呀 你来北京是靠他的吗 你以后一辈子 就要靠这个男人而活吗 你来到北京之前 奔一个男人之前 你要先想好 自己是否在这个城市 有立足之地 我再决定要不要追随你 来到你在的城市 这是一个女孩的独立 你现在浪费大把的青春 浪费大把的时光 就为了让他 尽你的好 念你为他付出了这么多 值得吗 就算你最后嫁给了他 你也嫁得那么卑微 那么没有自我 你在这段感情当中 完全完全地把自己丢掉了 你一定要赶快 从这个深渊里面 把自己拔出来 先站起来 找到自己的位置 再去谈感情 否则你越陷越深 迷失自我了 你就算报复他 折磨他了 最后有什么用呢 你自己一事无成 你飘在北京 什么都没有 然后只会觉得 自己楚楚可怜 遇到了一个负心汉 所以现在就赶快做好自己 找一份踏实 自己喜欢的工作 去过属于你自己的人生 对于男生 我只想说一句话 不要轻易安排别人的人生 如果安排了 同样要承担后果 祝你们各自幸福 谢谢 谢谢莎达老师 来 曲总 你们俩的经历 充分说明了一件事 两个人要想相爱 只靠单方面的付出和迁就 绝对是不可能支撑的 你们在一起的三年 头两年半 一直是女孩迁就男方 一直放弃了自己的工作 放弃了自己的兴趣 放弃了自己的生活 现在呢 一无所有 不要找什么借口 我对男孩想说的是 第一 我们作为一个男人 至少在这三年里头 这个女孩对你是不错的 如果真是要分手 不要拿出父母来当短线牌 给女孩一个真相 给自己一个坦荡 这才是真正做男人 该担的责任 女孩 你想用你的报复 能换来她的爱情吗 其实我也没有报复嘛 就刚开始 肯定也有点小怨恨 你不是报复 你是讨公道 是 好不好 就是有点试探的感觉 讨一个公道嘛 你看 我这么付出为你了 应该还给我呀 但是爱情里有公道吗 没有 但只有一个吸取教训 独立 有点尊严 好不好 好 谢谢 搬出来 别让她看不起 行不行 行 好 就这样 谢谢 谢谢曲总 谢谢老师 小张 非常的 漂亮 但是我这样一眼 望过去 我得仔细看 才能看到你的漂亮 这一道路呢 相对 这一路就 sets 上一路就在 就是 这一路就湊在 有点 一路就和我 不再是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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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什么立场说这样的话 如果你说了这样的话 你就应该对他的未来负责任 你又负不起这个责 凭什么他要去 你喜欢他去的那个工作 做前台啊凭什么 但今天走到这儿了 我认为你们已经没有爱了 那就散了吧 好 谢谢 谢谢左燕老师 来 涂老师 女人如果特别想靠男人 而如果男人又糊弄女人 结果就是你们这个样子 这种靠不是说你不找工作 待在家里让它养 而是在你的内心生活当中 你就认为 我所付出的一切 无论任何时候 我都可以靠着你 所以你才有了 对自己职业的懈怠 而不积极 尤其是当他回头来找你的时候 你甚至还有侥幸心理地说 诶 这下我的地位 反过来了 但事实上不是 纵观你跟他相处的整个过程 这个男人 一直是在想你以一种 最低廉的成本的方式来糊弄 永远把你摆在一个被选的位置上 所以说不要轻易地相信 承诺男人的有些话 听听就算了 不轻诺 故我不负人 不信诺 故人不负我 靠自己 你也许对他有的时候是认真 但你承不承认 你糊弄了他 承认 有些不能承诺的事情 你搞得好像你能够做到 有些东西你根本不确定 你却断送了他的未来 所以不要轻易地许下承诺 或者不要轻易地给别人一种表象 我可以安排你的未来 我可以让你靠 但到关键的时候又觉得 靠不了 好吧 其实这些事情翻过来 倒过去地想挺伤人的 最开始两个人那么坦诚地相爱在一起 到后来发现 这原来是一场骗局 但这个骗局不是说男生骗了你 其实你也骗了他 你肯定之前在他面前所表现的时候 我一定是一个积极向上的女人 而且你也骗了你自己 我们时时刻刻在奋斗的过程当中 都得踏实地面对自我和面对现实 我可以非常清醒地告诉你一点以上 这个男生不会娶你的 所以接下来何去何从 你完全可以活得更加精彩 不要去恨他 恨你自己 轻信 轻信一个人的原因是自己不够自信 才会自己骗自己 好不好 好 谢谢老师 好 谢谢图老师 24岁 我觉得左岳老师说得特别好 今天离开这个现场 重新招聘 重新启程 刚刚开始24岁 有些人24岁刚刚大学毕业 现在航空公司那么缺人 大把大把的缺人 没问题啊 条件好没问题啊 借机你还离开这个北京伤心之地呢 说不定你们还在一个公司 只不过不是一个基地 说不定有缘分 哪天你们还在一个航班上再见到 所以但是男生 我觉得你应该给女生一个 特别正式的一个道歉 女生 其实还是要相信爱情 只是那个时间段不对 因为我们年轻 少不经事 但你成熟之后你发现 只有你独立行走的时候 你才能获得爱情 所有人都是一样的 一个人应该追求自己喜欢的 不要为自己喜欢的一些理想 轻易地放弃一些什么 学会平衡 好不好 一起进入那几天和古方红堂 真情60秒 其实我觉得这三年以来吧 然后付出也挺多的 但是我也不后悔 起码让我学到了什么 无愧于你吧 跟你在一起三年多的时间 我知道你为我付出了很多 在我心里面我始终都觉得 其实我们就错在了时间节点上面 我觉得我们的付出都是不对等的 错位节拍 我一直在之后的半年时间里面 我一直觉得你对我肆无忌惮地索取 不论是生活上还是物质上 一直在依靠我 我觉得你是在报复我 其实你是在耍你的小任性 不管怎么说吧 我心里面也很难受 谢谢你的成全 谢谢老妹啊 请回吧 谢谢你们